就在明天中秋节 黄色小鸭将游进高雄 那么预估它带动的商机高达10亿元 现在吹起了一股小鸭旋风 那么光荣码头周边呢 有各式各样的小鸭商品 而房仲推出了赏屋看鸭行程 百货公司有小鸭杀雕 那么观光协会呢 有999全金的小鸭抽奖活动 网路上还有黄色小鸭专属的APP 680 黄色小鸭要来咯 光是小鸭专属的黑白T恤就有上百件 扇子爷也是搬了一箱又一箱 抢买小鸭商品 民众早就迫不及待 399吗 这张阿雷哦 是啦 全亚洲最大的黄色小鸭 即将在中秋节当天游进高雄 第一次来高雄不知道怎么玩 没关系有APP帮你带路 手机上网搜寻高雄黄色小鸭 就能一手掌握小鸭的各种优惠 还有贴心一日游 大众运输的转程路线时间 不管是iTunes或是Android系统 都是免费下载超方便 这边的椅子有 还蛮方便的 做了这个黄色小鸭 然后父母呢 就会带小朋友来我们的暗场 大概增加我们 二三成的一个来客量 黄色小鸭由港督倒数计时 除了光荣码头的黄色小鸭 冠军面包也抢搭小鸭热 推出小鸭桂圆面包 每日限量一百个 还一度担心侵权停卖 也有建商趁势推出 赏屋看鸭行程 能搭赏鸭船 跟卡瓦尼的小鸭近距离接触 烤肉爬的有奖真达 奖品清一色 也都是黄色小鸭 就是希望借着黄色小鸭的超人气 带动看物人潮 有小鸭就有人潮 百货业者特别做了 超大的沙雕小鸭 300吨沙雕成高 6公尺宽10公尺的小鸭 即日起户外展出 到了晚上 另一头的百货公司外墙 还有闪闪发亮的小鸭LED墙 晚间6点半到10点半 2万多颗的LED灯 每三分钟就会变化一次造型颜色 Bling Bling的灯墙 是架杠18米小鸭的两倍大 近看吸睛 远看超久观 很特别 因为之前没有看过 之前上面没有那个 对 黄色小鸭将在19日中秋节游进高雄 市府预估将吸引300万观光人次 强攻小鸭的10亿商机 业者早就准备好了 追求高雄综合报道